词曲 李宗盛 开门 是是是大人 公大人 不知公大人背对着本官 是为何意 周大人 公某看见你就算了 孤儿不想追捕 不可以吗 周大人不会是觉得公某 有一行换位之能 方才见到的不是本人吧 所有人都不用在外面守着了 安排人手在这儿看看 谁也不许离开 每隔半个时辰便叫他一次 是 准备得怎么样了 少主 所有的火药已经运送到别院 首尉们严防死守 绝对万无一失 父皇 别怪儿臣不孝 谁让你就偏偏相中了 我那个废物大哥呢 记住 周围严防死守 绝对不能让里边的事情 被外面发现 是 新花 好 傻孩子 你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啊 娘 我好难过 你说公子雨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不会的 你爹 你爹不是都说了吗 公子雨 公子雨她已经有计策了 是啊 我的乖女儿 你 你不要太为子雨担心 你知道吗 那 那小子呀 他多有计谋啊 你跟他斗了这么久 你 你占过便宜没有 对吧 对呀 那 那六皇子 他也是皇子呀 那六皇子怎么了 他又真有大智慧了 那皇上为何不把东宫之位留给他呀 对呀 对不对 可是 新花 你呀就踏踏实实把这颗心放回肚子里 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那子雨回来呀 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对吧 对 那 爹 用我的仪式英明保证 子雨一定会平安回来 是 羽将军 见过太子殿下 不必多礼 太子殿下 怎么 你好像没有休息好啊 别提了 在牢房里待了一夜 我听说 六皇子听闻陛下生病 吐血不止 已到了弥留之际 还非要见父皇一面 看来 他是想将皇上病重之事 搞得人尽皆知啊 在上演一出 皇上去看他的时候暴毙 而后 再以大孝子的身份 顺势夺权 龙炮加身 皇上驾到 不必多礼 快躺着 冰川不孝 竟还要您亲自来看冰川 罢了 你可好些了 好多了 父皇 冰川啊 你娘去世的早 为父一直对你宠爱有加 但你这几次犯的错误 确实有些让朕为难 朕 不得不罚你 那还请父皇尽早地擅位给儿臣 否则今日儿臣 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放肆 父皇 儿臣已将三百斤火药存于府中 你若退位 让儿臣做皇帝 你便是太上皇 你若是冥顽不灵 那你我父子二人便一同葬身一次 皇上 御史冰川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我父皇铁了心了要将皇位传给那个废物太子 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天兴国的鼎盛 我预知冰川 必要篡位 放肆 来人 六皇子虚意谋反 杀无赦 皇上 这府上堆满了近日公布丢失的火药 陛下 好了 朕不能拿兴海城的百姓的性命开玩笑 所以 朕今日决定 我们再撒 皇上 皇上 老臣救驾来迟 还请皇上述罪 竟敢闯进来 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往破吗 上 老六啊老六 你可真是个老六 你真以为这些火药 能在我雨瑶眼皮子底下点着吗 老夫征战沙场多年 你真以为我是有勇无谋吗 况且 我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女婿 公子羽 她不是在牢房吗 不劳你费心 老夫来帮你 不劳你费心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父皇 儿臣糊涂啊 父皇 来人哪 父皇 将这帮乱臣贼子给我拿下 是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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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糊涂了 父皇 你放不下 父皇 你放不下 你放不下 父皇 别动 父皇 少主 赶快送安道离开 属下为你提挡敌人 已经废我 就把你相识的爸爸好 少主 你怎么 赵三 你二哥也被人害死了 你大哥二哥都被公子羽害死了 赵三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生都着急起来 我替你报仇 少主啊 大哥二哥死就死了 还请以大举为重 我 以此落座 漫盘皆数但公子羽必须死 你再一次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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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羽翼绕了连烧烧桑花 我滥接牵挂 心间的流泣起笔刻画 云脸眼罗线 带了青丝边做白发 也能将深情走抱 心间流泣起笔刻画 诉说的皮盘 羽翼绕了连烧桑花 我滥接牵挂 心间流泣起笔刻画 云脸眼罗线 带了青丝边做白发 也能将深情走抱 心间流泣起笔刻画 揍手探气吧 云脸流泣起笔刻画 我滥接牵挂 心间流泣起笔刻画 云脸眼罗线 带了青丝边做白发 也能将深情走抱 云脸心影el泛 心间流泣起笔石 婶 s